大家好欢迎,欢迎收看俊凯人生哲理 十年没回家过年,今天我妈打视频电话叫我回家 她开始说话还正常,后面一听我不打算回来 哭得那叫一个伤心,我哥和我爸还有我从没见过面低嫂子宝珍都来劝我 想用亲情感化我,多么温暖的画面,多么温情的一家人啊 可我知道事情绝对没这么简单 想想我工作第一年,他们开始要我拿钱回家过年 但一听春节期间上班有三倍工资,又不让我回去了 让我把钱打回去就行,我照做 然后告诉他们我被人排挤辞退,只找到了二,000一个月的工作 我反向哭穷,有事没事就和他们要钱 一年下来到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和他们要钱买车票 他们打电话让我不要回家,理由是花大几百块钱回烫家不划算 我就年年说挣不到钱,年年不回家,然后年年出国满世界完 我今年打算去澳大利亚的机票都订好了,他们居然打电话来叫我回家 这很不对劲,对面四个人还在说这家里有多么好 他们有多想我,让我赶紧回家过年 他们不嫌说得累,我听也听烦了 看着手机弹出的航班取消信息,我换了口风说回去都是去村里玩 去澳村和去我们村差不多 我也想回来,但我没钱买车票 我哥立刻给我转钱一,000元 这么大方 看着备注飞机票的转账 我笑了,看来几年没回去 我身价陡增,以前几百块的火车票都不给买 现在让坐飞机快点回家 家里到底有什么是非我不可的呢 站在大落地窗前,看着底下来往的车流和霓虹街灯 我听话地订了张回家的机票 今天的一切都太反常了 我猜这里面肯定藏着猫腻 这不就有意思了 我一个人在外面生活了这么些年 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 跟我玩套路,耍心眼 也不怕把自己套进去 花几百块淘了些装备 我在除夕夜前五天到了老家 我哥和我嫂子宝珍来接我 然后认错了人 他俩齐齐潮,穿着时尚漂亮 拎着两个大箱子的女孩子 走过去和我擦肩而过 我看了眼自己身上逃来的东北大棉服 以及身边破旧的行李箱 是我的贫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吗 我哥上去直接抢人行李 吓得那女孩大叫 我再不过去,车站特勤就该来了 我主动走到他们旁边 哥,我在这,你认错人了呀 我哥一愣,行李箱就被女孩抢了回去 他张口就骂 什么人,自己妹妹也能认错 是不是瞎缺心眼 我哥要上去理论 被我保真拦了下来 他催我哥快开车回去 别耽误正事 正事?能有什么正事? 对他们来说和钱有关的才叫正事 可据我所知 现在家里就靠着一间铺子的租金生活 那还有什么正事呢? 我不说话,只是听着 保真却转过来找我说话 他问我喜欢吃什么菜 我不挑的,什么菜都吃 没钱的时候,馒头就谁也是一顿 难怪倩倩你这么瘦 在外面这几年,你真是受苦了 他亲热地拉住我的手 夹在掌心不断拍打 不过回来就好了 嫂子保证不让你受苦 她的手很热,话也很暖 听得我心里直发笑 八万算什么?等铺子赚钱了 嫂子分你更多? 这话是我刚工作一年的时候 她打电话来要前十亲口说的 表面上是入股 可明里按理说的都是不给钱 就签奶奶的份 理由是当初下葬没看好 墓地风水不好才赚不到钱 奶奶是这个家里唯一在意关心我的人 我不能让她死后还不得安生 就把钱给了他们 可直到现在 分红什么的我是一分都没见着 宝珍到了 我哥在驾驶座上喊 香音特浓 宝珍拉着我下车 不容我拒绝地挑了件石土毛俗的毛领大衣给我换上 还没我的大棉服暖和 接着她把我拽进街边的化妆店 让店主用最杂好牌的或化妆品给我化个妆 我害怕过敏 拼命挣扎反抗 但宝珍力气太大 没争过 万事俱备 宝珍看着我满意地笑笑 拉着我重新回到车上 我问这是干什么得花不少钱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干什么都提钱 是我装穷的第一手责 宝珍说 没花多少钱 让我不要心疼钱 舍不得花 女孩子就是得打扮 你看你稍微识多 立马看起来像大城市来的 嗯嗯 我敷衍地硬着 我哥却突然停了车 怕他又喊宝珍到了 我赶紧提醒他 还没到家呢 我们不回家 爸妈也都在这儿等我们呢 宝珍笑嘻嘻地拉我下车 这是王哥家 他今天请我们吃饭 顺便见见你 我牙齿咬着舌尖 才忍住没笑 不是吧不是吧 宝珍为人这么坦率真诚的吗 才这么一会儿就露底了 比我预想中快多了 那我就要收着点了 不然进展太快没得完 我王哥是谁 宝珍一脸崇拜 承包了村里一半土地的男人 我为什么要见我 宝珍 他拿胳膊肘戳我 傻姑娘 王哥见你 还能是为什么 当然是给你们说 亲 你在外面这么几年 也没找个城里人 还不如回来在我们这儿 找宝珍说着 推我往前面走 欠欠你放心 王哥人成熟稳重 一表人才的 家里还有钱 你等着享福就行 他推着我越走越快 正要进大门 我手机响了 王哥叫王傅 人如其名 村里唯一的三层小毒洞 就是他家的 用力跺脚 甩掉鞋底的土 进门前 宝珍想再叮嘱我几句 我手机响了 从没有哪一刻 我如此迫切地接通死对头 宋志远的电话 开口就是一句 宋老板手机是逃的 就款 不开免提 对面说话声音都很亮 宋志远接接实实 应了一声爱 我哥和宝珍都听到了 我在他露线之前 跑了出来 让宝珍和我哥先进去 宋志远果然还在那声 宋老板李梅出来 应声音气地问我 怎么那么早休假 谁同意你休假的 工作交接好了吗 就往国外跑 出了岔子算谁的 他一连三问 咄咄逼人 要换平时 我早对回去了 我好声好气 回答了他的所有问题 第一 我们同级 你向谁请假 我就向谁请假 第二 工作交接好了 我也没往国外跑 第三 工作出了问题 你仅可以来找我 算我的 我负责 一口气说完 宋志远沉默了几秒 在说话时 语气软了很多 你没出国 那去哪了 无可奉告 挂了电话 想到宋志远的一连三问 我还是气得不行 不知不觉 就绕着小毒洞走了起来 这是我工作的时候 养成的习惯 手上的项目 每遇上难解决的问题 全靠在办公室走圈 平缓心情 绕着房子走了两圈 我觉得调整得差不多了 准备进去的时候 过来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胖胖大叔 很和蔼 他脸上肉多得挤的眼睛 都睁不开了 还是坚强地弯着眼缝看我 大叔喜欢这房子 我 嗯 大叔喜欢就是你的了 我 啊 救命 谁能告诉我 他这突如其来的霸道 是什么鬼 感觉有些不妙 我躲开伸过来的胖手 正想开溜 宝珍来了 哎呦 王哥你和倩倩这就聊上了 王哥他我裂开 这就是宝珍说的成熟稳重 一表人才的王父 我深深地为宝珍的语言艺术所折服 成熟年龄近四十 看着像六十 是挺熟的 稳重走路 地震下盘稳 胳膊快 有我腰粗是挺重的 至于一表人才 王父左手两个大金戒 右手一块大金表 确实是有表有才 这八个字有根有据 描述与实物 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简直毫无关系 我都想挖宝珍 去我们公司做销售指导 宝珍说外面冷 让我们进去说话 于是我眼睁睁看着王父 走了一百米 不到就气喘如牛 一屁股坐下去的时候 硬生生把在沙发上 蹦迪的小海棠飞了起来 小孩干瘦干瘦的 这一下弹起的高度 都越过沙发背了 在另一个沙发上蹦 小孩看见瘦瘦的小孩 蹦那么高 躺沙发上就开始蹬腿撒泼 说他也要飞 宝珍坐到了他身边 好好好 妈妈让丁飞一个 第一个小孩 则也要再来一次 看着俩娃蹦来蹦去 我听我妈睁眼说瞎话 倩倩 你王哥身边的是他儿子 壮壮六岁了 和你王哥像我 哈哈哈哈 还真是看不出来呢 一楼客厅回响的 全是两个孩子的笑闹声 王父叫的菜送过来了 他们吃着东西 才安静了会儿 王父叫了两桌酒席 八荤两宿 一桌四个大人 两个小孩一起吃一桌 我和他两个人 吃菜一摆上桌 王父就加了片偶要喂我 我往旁边躲 他手伸过来 就按住我坐的椅子 我疼得一下站起来 我不吃哦 你吃 你多吃点 另一桌的人看过来 王父博白手说 没事 让他们继续吃 又软身安抚我 好好好 我吃哦 看在他还算有 自知之明的份上 我重新坐下 王父殷勤地给我夹菜 手搭在椅背上 王父夹一筷子菜 就问我吃不吃 眼神却一个劲 往我衣领里钻 我只想说 你看屁呢 姐穿的是高领 她的手跟是装了导航式的 从椅背滑到我背上 我把椅子挪开了些 让她自己吃 宝珍说 王父是爆发户 确实是挺爆的 她筷子一拦两三下 一盘菜就没了 遇到鱼虾之类的 嘴里像有个自动粪剪机 几下就把不能吃的吐出来 我第一次看人这么吃饭 比网上一些吃播还夸张 场面太过震撼 只顾着看了 等桌上她母亲的盘子都空了 王父腾出嘴 问我怎么不吃 我坐完车不想吃东西 你吃你吃 王父就把我面前的拿过去 只两口就吃完了 腮帮子一股一股 脖子以上像一颗超大号土豆 我看得一愣一愣的 连我哥什么时候过来的都不知道 王哥 你觉得怎么样 还满意吗 满意满意 王父笑着点头 脸上的肉跟着一颤一颤的 嘴角不断有小莫子涌出来 我哥开车送爸妈 还有丁丁回家 怕丁丁坐车无聊 我给了他一个小汽车和大鹅玩偶 小汽车是壮壮送我的 我转送给丁丁 就当我这个穷姑姑给的见面礼 宝珍和我走路回家 路上她问我怎么样 满意吗 什么怎么样 满意什么 我故作娇羞地往前走了几步 才在宝珍看不见的地方 大口呼吸 癞蛤蟆上脚面 还不咬人 直恶心人呢 可刚才的王父眼神猥琐 丝毫不加掩饰 真就眼瞎了 卖良心才能说他 宝珍赶上来 问我到底怎么想的 你不说 那就当你也满意 两家人就要走流程了 那要是不满意呢 我抱着最后一丢丢对家人的幻想 问宝珍不满意 怎么能不满意呢 倩倩 你是不知道 我们这想把女儿 嫁给王哥的有多少 要不是爸妈 我还有你哥为你去说话 你以为你能有这个机会 王哥家有钱 嫁进去不用生儿子 直接享福 这不比你在外面受苦的强 倩倩 你可别糊涂 错过了宝珍说了一大堆话 劝我见不起作用 又开始保证 那倩倩 你有什么不满意地说出来 嫂子保证给你解决 都说事不过三 这是宝珍在我这里保证的第三次了 属客我卖她面子换了个说法 也不是不满意 嫂子你说得好 我都知道 就是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 我还没自己单独和她聊聊 我想多了解了解她 这你放心 宝珍 宛珠 我拍着胸脯说这简单 那明天我们一家人和王哥再见一面 等你聊完 我们当场就把日子定了 宝珍畅想着明天一切顺利 我怕她陷得太深 及时叫醒她 到家了 我哥的车停在门口 车窗开着 我顺手把里面的大鹅拿了出来 宝珍看着我笑 倩倩 你喜欢这种小孩玩意儿啊 得亏丁丁不喜欢 不然早把她撕碎了 不然你猜我为什么送玩偶给她 喜欢 小时候没钱买不起 长大也没钱买不起 时刻不忘理人设 我给自己点个赞 宝珍让我喜欢就拿着玩 又开我玩笑 你跟了王哥 还怕他不给你买娃娃 嫂子 你说什么呢 哈哈 应付过去 等我回了房间 关好门后 第一件事 就是从大鹅菊花那里进去 从她身体里掏出一支录音笔 我就说 王父肯定对倩倩满意 看 我没说错 这是我妈的声音 没错 是没错 但钱是不是要少了呀 才二百八十八 零零零 我觉得她能给更多 这是我哥 接下来是我爸 那就再找王父谈谈 怎么说 书倩也是读过大学 大城市待过的人 二十七岁年纪是有点大 可看着年轻人也漂亮 多要点 她王父不吃亏 最后我妈进行总结发言 嗯 这下我大孙子的学区房就不用愁了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 有用的话就说了这么多 接着是丁丁的声音 是隔壁房间传过来的 哈哈哈哈 下雪了 丁丁 你在干什么 听见房间有响声 我进去结果看到一屋子的狼藉 白色的面霜 混着水乳倒了一地 满墙的口红印 笔记本电脑 则直接成了两半 而罪魁祸首 正拿到一件件划我的衣服 看到我的时候 还得意地抓了把羽绒吹过来 这能忍 绒毛满天飞 不打她 我被狗追 冲过去一把揪住丁丁的衣领 我把人提起来 结果刚举起手 她就大叫起来 爷爷奶奶救我 姑姑要打我 没过三秒 我爸妈就出现在门口 爹妈 我爸看见我低溜着他的宝贝孙子 当即从我手里把人抱了过去 丁丁不怕 有爷爷在 我爸安抚着他的宝贝孙子 哄着他放下刀 可别再划着丁丁 小刀掉到地板上叮当响 我爸想忍 但没完全忍住 他瞪了我一眼 然后直接抱着丁丁出去了 对熊孩子造的一切 看也不看一眼 我妈埋怨我不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丁丁 他还小不懂事 谁让你不把箱子放好 难道箱子不是我哥提回来放的吗 在门口探头看了眼里面什么样子 我妈催我赶快收拾你 那些东西值不了多少钱 坏了去急上买 可别弄脏你哥的房子 我说算了 不买了 还有几件衣服没坏 护肤品没了 就不用逃来的破电脑就算了 但那些瓶瓶罐罐里 我换上的是大排护肤品 没了可以不用 但我不可能去买三无货用 那怎么行 女孩子还是要打扮的 你没钱我给你 我妈念叨着 手指在手机屏幕上点来点去 她坚持要给我买 手机响了一声 我一看转账三百 我就提醒她 还有电脑 我妈转完前 抬头一副你在说什么的问号脸看我 就你那破电脑拿来换盆都没人收 坏了就坏了 你以后又用不着赶紧收拾 我装模作样要哭 不行 这电脑是大学时候 我自己兼职买的 陪我醉酒给我收拾 宝珍进来 又给了我二百现金 把我推了出去 书宝联系王哥了 他说他明天来咱家妈你和倩倩 去准备准备 早点休息 没错 姓书 单名一个宝字 这位是我哥 据说是当年我妈投胎就生儿子 家里人高兴得不行 字典翻烂了三本 都没找到一个配得上这命根子的字 没办法就干脆取了宝 这个字简单明了 清晰大方 说起来 我还得谢谢他 要没有他这位命根子 在上头顶着 我指不定就叫什么朝地叛地念地了 所以我决定明天帮帮他 就当还这二十几年 家里人给我的偏爱 二百八十八 零零零就把我卖了 看不起谁呢 第二天 王傅赶着饭点来了家里 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 女方先去南方家相看 女方家重义了南方 再来女方家 但很明显 昨天是王傅向看我 今天来这一趟 就是糊弄我走个过场 至于最开始的提亲那不吗 宝珍说了 是他们上赶着主动和王傅提的 由此可见 为了把我卖出去卖个好价 家里人是有多么努力 今天不给他们加个好价 我都觉得对不住他们 王傅今天还是叫了两桌酒席 让人直接送过来了 经过昨天那一遭 今天再看他吃饭 我适应多了 吃过饭 我爸妈让王傅上楼歇歇的时候 我还主动带他上去 家里没有客房 楼上只有三间房 两间卧室 还有一间被丁丁造了的储物室 那肯定得把人带我哥房间去 宝珍昨晚说了说 到时候让我们好好聊 不会有任何人来打扰我们的 一步三回头的 等王大爷爬上二楼 我赶紧给他搬椅子 等王傅坐好 全身陷进大红木仪里 我开始提价 听说你承包了村里一半的地 那一年大概有多少钱 王傅扬头黑黑一笑 没多少钱 也就四十来万吧 我年终奖五十万差不多 这没得讲 那你身高体重多少 按周岁多大了 什么学历 谈过几个 王傅低头挤出四下巴 身高一百七十 体重二百斤 今年三十七了 书念到初三 谈过二四 前前后后有十个吧 哇哦 机会这不就来了 这不得嘎嘎讲嘎嘎转 但王傅还没说完 他骄傲仰头 这些都没什么的 男人能挣钱才厉害 那我说说 我身高一百六十八 体重九十斤 今年二十七 大学本科学历没谈过 王傅连连点点头 表示满意 知道的 就是因为这才同意 你昨天来我家 那倩倩 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办事情好 王傅不见外地 叫起了我小名 那我也不能跟他见外啊 这不急 我们还是先谈谈彩礼的事吧 行 王傅大手一挥 带过来一阵风 给MC之彩礼 就二十八万八三斤 另买酒席 在镇上最好的酒店办 你看还有什么要补的 尽管提 别客气 好 那王哥我就不客气了 喝水润了润嗓子 我朝王傅微微一笑 掰着指头算了起来 第一 男女身高差在十至十四厘米之间比较合适 咱俩只差两厘米 取个中间值 按一厘米一万 来算身高上面加十万 第二 体重你是我的两倍 按一斤一 零零零快算体重 上面加十七万给你 友情价十六万 第三 年龄 你大我十岁 按一岁一万算 年龄上面加十万 第四 学历从初三到大四差了八年 按一年一万 学历上面加八万 第五前任 你十个 我没有按一个一万 也就是十万块 儿子就不给你算钱了 二十八加十加十六 我当王复面 在手机计算器上算 总共八十二万 大大小小的零头 我都给你给抹了 才理给八十万就行 王哥你觉得怎么样 我笑嘻嘻地问王复 他却不说话 只用手指着我 可能是太热了 他脸都热红了 为了让他冷静冷静 我贴心地开了窗 才继续说三金就改成五金耳环 金戒指 金手镯 金项链 金吊坠 这五个我样样都要我人漂亮带出去 王哥你也有面子 酒席呢 就去市里办 我觉得镇上那家酒店菜不好吃 换个酒店 王哥你到时候也能多吃点 书欠 你别太过分 断断续续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王复想伸手打我 却够不着肥肉卡在了椅子里 他出不来 王哥你别生气 我也不想的 是我爸妈 我哥还有我嫂子让我这腰干的 我给王复放我剪辑过的音频 我就说王复肯定对倩倩满意 但钱是不是要少了呀 才二百八十八 零零零 那就再找王复谈谈 怎么说书欠也是读过大学 大城市待过的人 年轻人也漂亮 王复年纪大 多要点他王复不吃亏 好好好 你们一家人 村里彩礼最高的也就十二万八 老子给你们二十八万八 还不知足 王复气得直打哆嗦 我正想劝他别激动 窗外却突然传来小孩的惨叫声 接着窗外闪过一道 啊 暑假的娃娃掉下来了 有人在楼下喊 我正要去看看 王复一声冷哼 一吹 活该 你也活该 出不来队 回去 我刚要下楼 保真这急忙晃跑了上来 王哥 不好了 不好了 壮壮从楼上摔下来了 不好了 关我屁事 王复正幸灾乐祸呢 听完这话 人瞬间就炸了 什么 掉下去的是我儿子 王复是真急了 他挣扎着要从椅子里出来 可红木扶手滑得很 他试了几次 最后掰坏一侧的扶手才出来 我儿子要有什么事 我跟你们没完 放完狠话 王复跑出去看孩子了 第一阵一阵的 就像保真指不住颤抖的腿 我真怕刚下去的是丁丁 保真说着都快哭了 还好不是他 不是他 长舒了一口气 保真问我怎 怎么样了 我又为保真所折服 要是部门的人都像他一样 认准一个项目 认真负责 不放弃 他们的年终奖 也能超过王复的年收入 刚才王复放狠话 你没听到吗 事情大概成不了了 那不怕 保真刚还吓得不行 现在又转过来安慰我 壮壮应该没啥事 王哥也就是说话狠点 他人还是很好的 保真 让我放心 王复舍不得这门亲事 他跑不了 但很可惜 他已经被八十万气跑了 现在又加上 壮壮这回事 不怕他跑 就怕他回来 反咬一口 他们要内斗了 我专门去村里的小卖部 买了瓜子回来 离家 还有些距离 就看见一大帮人 围在我家门口 稍微走近些 我给看热闹的大妈分了 把瓜子和她一起八卦 这是怎么了 是书家和王家大妈 嘴上叹着气 脸上却笑成了话 听说是书家张口 就要一百多万的彩礼 王复不同意 书家的孙子 就把他儿子 从楼上推了下去 听说那就是真真假假 我没黑心的 要一百多万 那就丁丁把壮壮 从楼上推下去 是真的 卖卖不成仁义在吗 大妈磕着瓜子和我吐槽 这书家也真敢要 一百多万 她家闺女是仙女吗 我要的就不多 能给我五十万 我就心满意足了 也算没白生她 姑娘 你说是吧 大妈转过来寻求共鸣 却发现一张 她没见过的美丽的面孔 哎 你是哪家的姑娘 我怎么没见过 我露出一个标准微笑 书家的女儿 你说的仙女呀 大妈最后是被行走的 五十万枚白生女儿带走的 他们走的时候 大妈还好 她女儿则一直回头看我回家 家里五个人 两种态度 一种是我哥 保守派 使钱如命 她要带丁丁去给王妇认错 继续这门亲事 甚至愿意少要点彩礼 有总比没有好 这想法没错 我赞成 另一种就是我爸妈 还有宝珍和丁丁 激进派维娃至上 他们拒绝和王妇低头 拒绝和她结亲 我在江山寨 不愁找不到 比王妇更好的彩礼 给得更多的感谢 他们对我的认可 这想法我也支持 所以当他们都问我 怎么想的时候 我低头哽咽 我都行 爸妈养我这么大 哥和嫂子也对我很好 丁丁又是我亲侄子 你们让我嫁谁 我就嫁谁 都听你们的 说完 家里人都沉默了 保真感动地抱着我 哭了起来 呜呜 是嫂子不好 瞎了眼 帮你找了王妇 他个王八蛋 居然泼脏水说 我们家要他八十多万彩礼 他个肥头大耳的黑心货 要不是前面有修士词 我都以为保真骂的是我 但这也盖不住 外面的敲门声 农村都是大铁门 随便敲敲门 就哐哐响 晚上九点多了 我还是有点怕王妇杀回来的 小声问了句 你是谁 书瑶 是我 宋之远 宋之远是他 他一下打开门 我冲过去想让宋之远快走 可这货反手紧紧抱住我 我割出来了 他看着宋之远 眼里逐渐有了光 剪裁良好的大衣 皮鞋 高档万表 还有宋之远的一身贵气 好吧 这个没有 他不知道在哪弄得灰头土脸的 看着没有平时的贵气 只有破气 落魄的魄 我哥可能不认识名牌 但看外观 也能猜到宋之远有钱 我哥问 这是宋老板 你没必要追债 追到这里吧 我是欠你钱 可 但你也不能不让我呼吸 伸手在宋之远腰上掐了一把 他放开手 表情猙獰 是呼吸畅通 我继续 我知道你也欠人钱 可我欠你的那点钱不够你还 你就放过我去找别人吧 都说死对头是最了解对方的人 我暗示得这么明显 宋之远肯定懂了 那他为什么不走 我又给宋之原始眼色 他朝我哥走了过去 他大爷的 真是气死我 扑好台阶不走 飞往坑里跳 宋之远边走边伸手 哥你好 我是叔 我叔欠的钱 我叔欠一个人还 你 别为难我哥 抢先握住宋之远 伸过来的右手 我使劲捏 他要找叔欠 这里没别人 宋之远这回要再不懂 不按着我扑的路走 我还没想好怎么办 宋之远开口了 丝毫的叔叔欠 我就找你 不找别人 看着宋之远跟着我哥进去 我赶进去几眉弄眼的 以各种理由 把其他人叫到了另一个房间 只留了混事魔王丁丁 陪宋之远爸妈 还有哥嫂 我错了 我不该瞒着你们的 我开口就认错 其实我在外面 不仅没挣到钱 我还欠钱了呀 怎么欠的 欠了多少 宝珍作为代表发问 是第一年刚开始工作 爸妈说 过年有三倍工资 让我别回来 我没回来 结果真挣到钱了 然后我看到有人说 找人干活 周末加班也三倍 我就去了 被人骗着签了合同 签了送老板 也就是刚来那个人八十万 我这几年打工还了十万 今年是还钱的最后一年 他昨天还打电话来催 没想到今天就找到家里来了 我抬头看他们一个个连比王妇 找人来闹时还黑 无所谓 那就在黑点吧 我小心翼翼开口 我本来不想回家拖累你们的 但你们都叫我回家 我就知道你们都是爱我 在乎我的 那爸妈 还有哥嫂 剩下的七十万 你们能不能 我就知道你回来没好事 一向话最少的我爸突然出声 他狠狠骂我 书欠书钱 我就知道是个赔钱货 当年就不该生他 书欠 书欠 嗯 我爸这些阴梗 怎么不算完得好呢 够了 宋志远冲进来 朝我大喊 到底还不还钱 他说着又看向我爸妈 他们冷哼一声 你们就是书欠家里人吧 子债富长 宋志远用手指着我爸 书欠 没钱还你总有钱 还有钱也不还你 我哥大骂 亏我还带你进来 想让你暖和暖和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是吗 嘴角微扬 宋志远邪媚一笑 不还行 那我就起诉你们 七十万也够你们一家 蹲几年橘子 宋志远说着 偷偷朝我抛了个媚眼 眼神里明黄黄写着歌 就问你帅不帅 我帅个的还起诉 不知道法律上是不能起诉欠钱者家人的吗 我正担心宋志远的话被戳破 谁知道别起诉 宝珍颤抖开口 起诉留案底了 丁丁以后可还怎么考公务员 宝珍是懂法的 但不多 其他人则是根本不懂 我爸生气 却也忍住没再说话 只瞪我 可惜有宋志远在中间夹着 他瞪不到我哥为缓和关系 提出让宋志远先休息一晚 有事明天再商量 宋老板点名 让我带他去洗澡怎么样 我刚才演得好不好 宋志远出房间 没走几步就问 好好好 宋老板演技一流 不输影帝 不过咱们开始不是这么说的吧 我进屋前 提前给宋志远发了短信 大意就是 待会我们吵起来的时候 他就冲进来让还钱 他们肯定不会帮我还钱 宋志远就提出要带我回去 继续打工赚钱还债 我们一走了之 溜之大吉 然后我戴上耳机 提前拨通了宋志远的电话 这是我们联手 红老大常用的手段 方便随时掌握对方的情况 轮番上阵 结果宋志远居然不知道 怎么就编出了起诉那套 好在这一家子都是法盲 果然知识就是力量 问题不大 宋老板自信开口 明天再提 带你走的是今天 就先下下他们 谁让他那么说你 行了 去洗调好水温 推着宋志远进了我房间 洗好叫我房间 就是浴室加隔板改的 他们表示我住不久 可以忍着不洗澡 可当初说的 是你给哥钱修房子 最大最好的房间 留给你铺面 哥赚了钱就分你 我那时候一共给了他们八万 也是唯一一次给他们钱 因为从那次开始 家里的风水变好 修了房子 买了铺子 我却连车票都买不起了 年年回不了家 房间不用留 铺子更是没我份 冬夜的风吹过来很冷 我想到了宋志远 他这人要风度 不要温度 我们这边靠山 比别的地方要冷 路也不好走 看他那样 估计是摸黑走路过来的 指不定动成什么样了 书欠 宋志远扯着嗓子喊我 我冷衣服 我起身去伺候 宋少爷来了 衣服在这儿 我推开门进去 给宋志远送衣服 你怎么不敲门 你怎么不穿衣服 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我以最快的速度和上眼皮 把军绿色大棉符巢 宋志远一扔 没听见衣服落地的声音 他应该是接住了 我听见有人过来 转身退出去 是宝珍 宝珍问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 宝珍说不信 他神秘一笑 别瞒嫂子了 我们可都听见了 他没穿衣服什么的 是没钱就任他打骂 是我刚才没敲门就进去了 活该他骂我努力 不把事情往那方面扯 宝珍却打起了感情牌 倩倩 是嫂子对不住你 把你叫回来 也没给你找个好人家 你欠的债 也没钱帮你还 可嫂子也说句实话 今晚来这人光看着 就有模有样的 比王父那个狗东西有钱 要不行你就和他好 欠的债不用还了 我们也不用再操心 你成家的事 彩礼给九十八万就行 寓意九十九发 减去你欠的七十万 给二十八万就行 宝珍问我觉得怎么样 我说非常好个屁 合着就刚才这点时间 你们四个在楼下 已经商量好 另一种卖法了 行啊 你打感情牌我也打 反正大家都没感情 就看谁不要脸了 嫂子 我知道你们对我好 我不成家 也确实不是回事 那我就实话跟你说了 王父那八十多万彩礼 是我跟他要的 想拿来还债 你也说了 王父是真不咋地 我本来是想他给的多 和他好也就好了 谁知道他拿不出来 那王父这查过了 你说送老板好 要不就他了 我欠他七十万 他欠别人二百万 过日子肯定不能背债过 咱家的房子和铺子 应该可以抵个三四十万 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 爸妈哥嫂对我这么好 一定会卖房卖铺子 想尽办法帮我还钱吧 我真诚地看着保真发问 保真沉默了 宋志远穿好衣服出来 看我和保真两两相忘不说话 出声打破沉默 我今晚在哪睡 你爱在哪睡 你们给我明天就滚 从见到我一直很热心 好脾气的保真突然爆发 能滚多远滚多远 他这是装不下去 彻底撕破脸了 宋志远也不是个受气的 但他生气归生气 居然还坚持演戏 书倩 近来我们在你这房间睡 明天就去找律师 保真却唬不住了 骂了句赔钱货 就气呼呼地走了 宋志远抬手捂住我耳朵 他掌心带着点点失忆 却很温暖 弄得我眼睛痒痒的 我转身笑着推他进屋 干嘛动手动脚的 快进去 我还有话问你 宋志远不服 是谁先偷看我撕洗澡的 我和宋志远 都有话问对方女士优先 他让我先问你怎么找到我老家来了 废话 当然是来找你的 这里我又不认识别人 宋志远一把揉乱我头发 不过我来的时候 问书瑶家 在哪都没人知道 只说村里就你们家姓书 我就来了 我还没问完 宋志远发问了 他们怎么都叫你书倩呢 你不是书瑶吗 你没听说过曾用名吗 我曾用名叫书倩 倩字是当年上户口的时候 派出所的人帮忙改的 因为原本要用的姿势钱 但工作人员觉得 女孩子叫这名不好听 就改了书钱寓意 数钱 卖了书钱 数钱盖房子 数钱娶媳妇 就是不给书倩花 我天生就是为这些而存在的 我从小就被教育 要感恩感谢我哥 因为如果我哥不是个男的 他们当年就会打掉我 他们是不会连生两个女儿的 而为什么没打掉我 是因为我们村的惯例 我们村男女比例相当均衡 很多人家里都是一男一女 要么兄妹 要么姐弟 再要不然 就是好几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但几乎没有好几个哥哥和一个妹妹 因为儿子多的家庭 一个妹妹是不够的 她的血不够后 养不活着一家几口人 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我真的做到了 忍辱负重这四个字 干活我全包 哥哥就不用干了 读书我第一 哥哥就有奖品了 吃饭我最后 哥哥就能剩饭了 可我爸妈还是不满意 数钱还是输钱 只能由他们来定 我爸爱打牌赌钱 我去叫他回家吃饭 一输钱就打骂我 说是我名字会气 人也会气 我能读书 最早是奶奶坚持让我去的 她还会时不时偷偷给我藏个煮鸡蛋 叮嘱我好好念书 奶奶是这个家唯一给过我温暖的人 但在我小生初那年 她病了 病得很重 在家熬了几天就走了 下葬那天 我妈让我辍学回家 帮家里干活 我再三保证 和我放学回来会干完 后来 还是我爸拍板说 念过书的女孩彩礼能多要点 才让我去的 他们想让我十八岁一过就结婚 这样拿回来的彩礼钱 刚好可以给大我三岁的哥哥 拿去提亲用 高考那年我十八 我能去县里读高中 全是因为我能拿奖学金回家 那时候我害怕他们不让我参加高考 考试前那几天 我提心吊胆 整宿睡不着觉 还好我最后还是顺利参加了高考 考完我就找了个暑假工 等成绩出来 拿着钱回了家 我爸妈刚开始很高兴 我挣了一 零零零多块 刚好给我哥换新手机 还能再买点别的 直到我录取通知书下来 我爸妈坚决不同意我上大学 我爸唱白脸 不许去大学 学费听说一年大几千 谁有这个钱给你上 我妈唱红脸 倩倩啊 咱们村大多数才念到初中 你上到高中 我们已经很对得起你了 上大学没用 你看考出去的孙家的姑娘 三十岁了 还没人要 人家里家只上了初中的 已经抱上儿子了 我爸面冷心硬 我妈面软心更硬 我果断用了最狠的那招 一哭二闹三上吊 我挨个来了一遍 大友不让我上大学 就死给你看的架势 这是下策美没办法的办法 但我爸妈不吃我这套 最后还是我哥出手了 他和女朋友分手 失恋不急着结婚了 他本来心情不好 我还天天闹得他心烦 他就让我滚 爱去哪念大学去哪念 反正家里一分钱都没有 阿切打了个喷嚏 吸了吸鼻子 我转过看宋之远 他朝我这边挤过来 被窝里的热气 一下涌了过来 你不知道 我那时候听他说这话 有多高兴 我当时只有不到三百块 为了感谢他 我留够车费用 剩的钱给他买了支烧鸡 和一瓶烧酒 我走的时候 他和我爸喝得最猛的 只有我妈一个人骂我 你去了有本事就别回来 死在外面也别找我们 我听话 从那以后就没回过家 当然我也没时间回家 日常开销靠平常兼职 学费就全靠假期 还抽空跑了好些地方 花了好长时间软磨硬泡 费劲巴拉改了名字 户口则早在我离开家前借口 上大学要签户口签出来了 书遥远的遥 我要跑得远远的 再也不回去 我说你上学的时候 怎么天天都没时间 宋志远打了个哈欠 你那时候很缺钱吧 其实还好 你忘了钱 最多的国奖我每年都拿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从小就刻我爹那里了 再说我什么运气 大学毕业随便买张彩票 都能中一 零零零万 大概我前半生所有的不幸 都是为了那一 零零零万 看着宋志远逐渐合上的眼皮 我轻声开口 还有遇见你 我和宋志远是大学同班的那种 后来又进了同一家公司 我们初见不太美好 后面就再美好过 初见时我找新生办卡 找上了一看就不缺钱好说话的宋志远 结果宋志远开口就是没微信 不办卡 出门左拐 谢谢你 我已经走了 他却在背后嘀咕 现在的女生怎么这样 我差点就被他美丽的外表欺骗了 那上宋少半 他个十张八张卡的 还怕拿不下 他也不是不行 从那以后我和宋志远就不对付 天就选休克 我和他都选了一样的 别的比不过我力争各门课程碾压他 大学四年完胜 只差最后的offer了 没想到这回我们没在一个赛道上 毕业的时候班里人出去聚 听别人说我才知道宋志远要出国深造 而我上班挣钱以后没得比了 有点小失落 我就多喝了点 一冲动就花五十块买了彩票 谁能想到就中了 低调在低调的 领完钱 我去新公司入职 接待我的是早我一天入职的宋志远 我想这或许就是脾疾太来 第二天我哥来找宋志远 主动提了让他带我回去 钱是他欠的 要还让他自己还 我们没钱 我哥说着递给我一张身份证 那是我改名前的身份证 那天我哥开车回家的时候 从我棉服口袋里翻出来的 拿走 可能是怕我偷偷买票走 好 那我就带他走了 宋志远拿过身份证装进口袋 戏比天大 宋影帝还坚持演戏 你们什么时候有钱帮他还了 随时联系他 随口说了一串数字 但我知道不管号码是不是真的 压根不会有人计 我和宋志远回到县上打了一天电话后 在除夕前一天赶回了我们村 县长和我们一起回去的 这路确实不好走 谢谢书总和宋总了 不不不 我不敢鞠躬 宋特助很会说话 书总出钱出力的 我只是陪他来的 是的 我要出钱为县礼修路 好让更多女孩子可以走出去读书 去看外面更包容宽广的世界 也为村里人能走出去 不死守着一亩三分地 和生女儿换彩礼 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 同时 我联合县教育局设立了基金 仅用于支付女孩的读书费用 基金与学校直接对接 保证钱一分都不会进家长口袋里 不用掏一分钱就能白上学 我相信很多女孩都会抓住这个机会 回村考察实况是一方面 药物扬威是另一方面 我可以扮猪吃老虎 但必须让家里人知道我本来就是老虎 也让村里人看看 养一个努力读书考出去的女孩子 比她早早辍学嫁人 要划得来 我要修路的事已经在村里传开了 和县长一路走过来的时候 路两边三三两两站满了人 房顶窗口也总有脑袋往外探 我爸妈还有哥嫂早早迎了出来 见面就问我县长呢 县长去村长家了 怎么了 我还没说完 远处就过来了一堆人 凭着熟悉的镇感 我知道是王府来了 找县长也没用 你们书家要天价彩礼 还有礼了 我儿子可还在医院躺着呢 要么一分不少五十万 要么让你们家孩子也从二楼跳下来 让钉子扎一下 壮壮当时掉到柴堆上缓冲了下 摔了个骨折 却不想柴堆里埋着钉子在脸上 从嘴角滑到了耳根 脑袋上也插进去一根 宝珍当时急着看钉钉 没弄清楚 掉下来的楼是我家建的 柴堆是我爸妈堆的 钉子是钉钉埋的 我这人公道认理不认亲 确实地赔 那太好了 倩倩你愿意赔就好 我妈冲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 看我的眼神就像狗看肉骨头 两眼发光 妈就知道你这些年在外面还是挣到钱了 听说你都要给村里修路了 但要妈说那都没用 好好的钱干什么给外人花 是啊 倩倩 宝珍凑过来劝我 前面是嫂子不对 可你是孩子亲姑姑 你一定得帮她 书家的两个女人放低姿态求着我帮她们 我爸和我哥则高高在上 你们说这些干什么 书欠她姓书 她的钱也姓书 不给我们花给谁花 就是王父的事 又是她惹出来的 就该她陪我哥 硬合着我爸一边打量我身边的宋之远 我们还没计较她这几年一直骗我们的事呢 爸妈 你们说的都对 我有钱肯定给你们花 还有王父你也放心 我保证不让你吃亏 考虑到自身安全等种种原因 我们在村里的晒场谈事情 两家人一左一右相对而坐 还有点对不公堂那意思 风速速吹着 天挺冷 围观群众却越来越多 正好他们都是见证人 王父首先开嗓 气势如红 说亲要八十多万彩礼就不说了 我就说我儿子我们老王家代代单传 结果在你们家商城那样 我不比你们输家不要脸 我就要五十万 不然就让你家孩子也受一遭 王父说着看了眼他身后的人 十几个都挺高挺壮 威胁之意显而易见 要是平时估计我家里人早怕了 可现在有我 我有钱 说谁不要脸呢 你才不要脸 也不看看自己神妖珠样 就想娶我们家倩倩宝珍 作为输出主力军 上场还五十万 你们家兽猴只五十万吗 当他是金疙瘩要五十万 他嗓子间几声就震住了 对面见没人说话 偷偷和我邀功 倩倩 你看着 嫂子一定给你省下来几万 不用省 反正花的也不是我的钱 那你儿子值吗 我还没说完 王父说话了 他大手圈在丁丁脖子上 似乎轻轻一捏就能让他窒息 丁丁则没心没肺地吃着棒棒糖 宋志远回到我身边 丁丁 孩子突然出现 宝珍激动起来 我爸妈们也都坐不住了 我跟着起身 嫂子别紧张 只要你们答应赔五十万 他是不会把孩子怎么样的 是吧 王父对面点头 宝珍也连连点头 赔 我们赔 那就行了 我总结 书家赔王家五十万 然后所有事情一笔勾销 双方都赞成 当场就写了字句 一是两份 按手印签字 走完了流程 那欠欠钱呢 你带着没 宝珍问我带着 我拿出一张卡 钱在这里 宝珍几乎是把卡 从我手里抢走的 看拿到手了 我爸妈们都松了一口气 但我还没说完呢 一天一百 这张卡里有二百块 算我这两天的开销 等爸到六十周岁 妈五十五周岁 我就每个月往里面打二 零零零块 算是给他们的养老钱 我给爸妈养老钱 到他们死的那天 已经算是对得起他们了 哈哈哈哈 人群中爆出一阵笑 两百二百够干什么 那我们呢 宝珍急了 五十万怎么办 你给爸妈一个月二 零零零 我和你哥 还有丁丁呢 一分都没有 宋志远隔开 宝珍伸过来的手 他没有赡养 你们的义务 嫂子 你可别误会 字句上 写的是书家人 陪我笑着 晚上宋志远 胳膊都说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我昨天 可和她领证了 现在不是书家的人了 我爸指着我 眼睛瞪老大 就是说不出来话 我哥急得跳脚 那就不还了 没钱就卖房 不够 镇上还有个铺子 我好心提醒王父 村里人看热闹 不嫌是大 这书家没钱赔 要不王父你 就把他家儿子 带走算了 哎哟 造孽呀 怎么就摊上这事了 我妈一屁股坐地上 就开始哭叫着 要找县长村长 他们回去了 王父丝毫不慌 要找也得等到明天 但这是今天 必须说明白 按照现在的市价 房子铺子加起来 值个三十万 里面我出了八万块钱 利息就不算了 这八万你折算完 给村长用来修路就行 剩下的他们打几年工 应该够还了 这样你能接受吧 书倩 你家里人咬牙切齿地 看着我 一定是感谢我 帮他们想办法能王府 扬了扬手里的字句 我不急 没钱 我就先替他们看着孩子 那行 我转头看向我爸妈他们 你们要是还想签坟 尽管签 以前我还怕奶奶受折腾 现在不怕了 她要真受不了 找上来 肯定不会来找我的 就这样 你们有事你们聊 我先走了 潇洒地挥挥手 再见 王府上前挡住 想跟上来的我爸妈他们 我和宋志远转身要走 村里的广播响了 表扬我修路 和设基金的稿子写出来了 村长用本土味道特浓的声音 进行广播 嗯 伴着独特的背景音乐 走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上 我竟然有种走花路的感觉 还是宋志远提醒我 我才发现有人一直跟着我们 是那个七仙女 她怯生生地问我 能不能借她点钱 我不嫁王府他妈 就要把她塞给王府 她想买票离开逃出去 我和宋志远 把她带回了县里 我给她订了三天的房 又给了二 零零零快 就急不就穷 三天应该够让她想清楚 二 零零零快 车费什么的也够 她想回去或者买票 去更远的地方都随她 我和宋志远坐车去市里 打飞的路上 我打电话问助理工作的事 助理说进展顺利 没有问题 宋志远听见 把我手机抢了过去 放心 项目没事 你就别担心了 那你来找我干嘛 除了工作有问题之外 我就不能找你吗 宋志远做心痛状 书摇 你前面还说 我们领证了 现在就对我这样 你有没有心 十年了你就看不出 我喜欢你在追你 我冷漠又无情 抱歉 没有的 只可能是家族遗传病 宋志远紧张什么 我眼下 宋志远大叫 你三十七度的嘴 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 亏我还听你话帮你 她太吵了 我转过去 让她试了试我的嘴 到底是不是三十七度 后半乘路 宋志远安安静静的 小鸟依人靠在我身上 临下车才坐了起来 车费二百三十 宋志远结了二百八十八 司机师傅 恭喜恭喜 他一连说了好多声恭喜 宋志远一高兴 又扫了二百八十八 司机师傅 谢谢 新年快乐 有钱人终成眷属 宋志远 谢谢我 哈哈 嗯 经触碰法试验 我得出宋志远的唇 比我热这个结论 不只是唇 他就像个大火炉 放被窝特别暖和 我原本一到冬天就动脚 今年在他裤脚里 就好很多 你怎么不早点表白 我就不用动这么久了 脚碰了碰他 宋志远就伸腿过来了 我怎么敢 当年谁不知道 书姐和异性 只做兄弟不谈朋友 我不想连朋友都没得做 但还好现在还是我的 宋志远胳膊一揽 把我抱到他怀里 亲了亲发顶 我仰头回稳过去 那你怎么不知道你是例外 元宵节的时候 七仙女联系我还钱 她说她妈不逼她嫁人了 她回去准备复读 听她说起 书家和王家闹得很凶 书家房子建在宅基地上 不能买卖 王父就把房子里能卖的都卖了 差不多有五 零零零 铺子卖掉有十来万 全家人又凑了十万还了 剩下的就靠王父 把他们都留下给他打工 七仙女说 我爸妈们去找村长 要我新的联系方式 村长没给保真 就骂了我半个月的白眼狼 黑心火人传人村传来传去 我在县里也出名了 说起来就是嘖嘖嘖 了不得 一边又看自家女儿 问她想干嘛 新学期开始 我往基金里投了一大笔 因为很多女孩子 重返高中校园 七仙女作为代表 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 上面斑斑点点的 搞得我也掉了眼泪 我回信的内容很简短 我照抄了华评女子高中试词 嗯 顺便说一下 这次基金里的钱 是宋先生出资的 教学环境改善计划 也是他提出并负责 我唯一做了的 只是在他卖房 无处可去后 提供了一半床位给他 新婚夜 因为姨妈的到访 我和宋之远盖着棉被 纯聊天聊东扯西的 也不知道怎么就说到 我年前一个人回村的事 宋之远问 如果他没有来 我会怎么办 梁半思 你松手 谁让你开玩笑 认真回答 抱着我的双臂 稍微松了松 我从宋之远怀里 争取到更大的空间 为了安抚 易受惊的宋娇娇 我和他复述了 我最开始的计划 我原本打算把水搅浑 就抽身离开 等他们狗咬狗闹够了 再后来修路 打脸看戏备用机和身份证 我都贴身放回村前 也早在县里安排好了人 只等我一发消息 就来接我 但谁知道 壮壮受伤和宋之远的到来 促使事件加快发展 宋之远听完 我身上突然一众 他深情道 以后做什么事情 要先跟我说 别一个人偷跑 我答应 宋之远握着我的下巴 整个人重新附上来 吻上我的同时 一世 以你 我答应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